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ワイです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に しては で用法 它的意思是 以什麼來說 還算 那一種用法 它通常用在 就是跟自己的語氣 不同的結構的時候會用到 那中文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會用到呢 比如說 張小姐的日文 以外國人來說 還不錯 或者 去餐廳吃東西 這個餐廳價格 以這個價格來說 還算不錯吃 等等 這種時候 比較常會用到這個句型 它的語法是 普通型じゃ に しては 我寫普通型 但是大部分 比較採用的是 名詞 に しては 所以這次教的 主要就是 名詞的用法 那 有可能有人 學過 わりには 那 わりには 跟 に しては 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 小地方 還是不同 所以 我改天 拿兩個 來 就是 比較一下 然後 就跟大家 解釋 那 就是 今天 主要學的是 名詞 に しては 的用法 那 舉一個例子 對 這個價格來說 還算不錯吃 怎麼說呢 この値段 に しては おいしい この値段 這個價格 に しては おいしい 所以 名詞 に しては おいしい 這個價格來說 還不錯吃 那我們 就是 多看例子 了解一下 第一個 對 他 來 說 算 已經 有 努力了 他的 日文 彼 に しては よく 頑張りました 彼 に しては よく 頑張りました 那 他 可能 屏障 不太 會 努力 但是 以他 來 說 算 已經 有 努力了 這種時候 會用 彼 に しては よく 頑張りました 那 看 第二個 例子 這個 房間 的 住金 是 以 東京 來 說 還算 便宜 整句話 この 部屋 の 家賃 家賃 就是 住金 この 部屋 の 家賃 は 東京 に しては 安い この 部屋 の 家賃 は 東京 に しては 安い 那 大家 也 知道 東京 的 房子 是 很 貴 那 可能 他 住 的 房間 以 東京 來 說 還 算 便宜 東京 に しては 安い 那 看 第三 個 例子 陳 小 姐 是 以 外國人 來 說 她 的 日語 算 不 錯 整 句話 陳 小 さん は 外國人 に しては 日本語 が 上手 陳 小 さん は 外國人 に しては 日本語 が 上手 以 外國人 來 說 她 的 日語 算 不 錯 有 慢慢 有 了解 到 嗎 那我們 最後 看 練習 問題 看 一些 會話 第一個 A 說 陳 小 さん は 日本語 限定 何級 です か 陳 先生 你的 日語 簡定 幾級呢 B 說 五級 です A 說 本当 です か 五級 日本語 上手 ですね 那 應該 說 真的嗎 以 五級 來 說 你的 日語 算 不 錯 ね 對不對 那 本当 です か 五級 に しては 日本語 上手 ですね 所以 第 2 個 是 對的 那 這邊 有 割 に は 但是 割 に は 如果 是 名字 的話 前面 要 加 の 五級 の 割 に は 所以 第 3 個 是 不對 那 第 2 個 題目 A 說 彼女 の 身長 は 何センチ です か 她 的 身高 幾 公 分 好 センチ 是 公 分 170 公 分 170 センチ です 然後 A 說 女 性 に して は 以 女 性 來 說 算 還 高 耶 對不對 那 女 性 に して は 高 い です ね 所以 第 4 個 是 對的 所以 今天 我們 學 到的 就是 就是 名 子 加 に して は 她 的 意思 是 以 什麼 來 說 還 算 怎樣 那 最後 大家 如果 有 什麼 意見 請 留言 給 我 或者 請教 我 任 好友 問 我 問題 那 如果 大家 喜歡 這個 影片 就 請 幫 我 按 贊 那 還 沒 訂閱 我 的 頻道 的話 也 喜歡 支持 我 的 頻道 那就 今天的 課 到 這邊 掰掰 掰掰